連結車開近平交道突然頓了一下 整台車身卡住動彈不得 其他民眾嚇壞 因為下班火車就快抵達 警示警狂想 這段感已經放下來 壓在車身上頭 後面那個托板卡住 因為很緊急 那個火車有停 停很靠近 火車如果開過來就撞到了 塞多久 可能十幾二十有吧 就卡在那個火箱上面 當下有熱情民眾 看見連結車卡住 趕緊上前幫忙 把這段感搬開 協助駕駛脫困 事實上別太高了 你如果知道說 你車身本身多高 你應該就不會硬闖 事外來九號早上十點多 新北市樹林福德街平交道 原以為是高度太高硬闖 調查發現 當時連結車車上 乘載兩胎施工機具 疑似過重 導致底盤變低 加上現場地形是凸起設計 導致卡住 後續駕駛搬走 其中一台機具自行脫困 由三班列車因此延誤 大受影響 無人員及財產的損失 後續將依捐監視器的畫面 依法處置 鐵路警局表示 依照道交條例 在平交道 由倒車 臨時停車等行為 最高可罰九萬 並掉扣執照 這回連結車疑似超載 險遭追撞 歷經一場驚魂 三天新聞陳映響 陳映軒 新北藏報道